曲艺 曲艺是各种说唱艺术的总称 它的主要艺术手段是用带有表演动作的说和唱来叙述故事 现在流行于中国的曲艺种类有三百多个 其中最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是相声 中国的相声是一种笑的艺术 是以语言为主要表演手段的一种喜剧性曲艺艺术 现代的相声是一百多年前在北京和天津地区产生的 表演相声所用的道具非常简单 一张桌子 一把扇子或一块手绢就可以了 最常见的表演形式是对口相声 有两个演员采用问答的方式表演 一个斗 另一个捧 著名的相声演员有马三丽 猴宝林 马记 江坤等 在北京和天津地区产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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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区产生 在北京和天津地区产生的地区产生的地区产生